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主门电厂是点亮南台湾的第一座电厂, 早于1908年就开始建设, 在当时是台南、高雄、屏东一带的电力最主要来源。 主门于2003年被登列为国定古迹, 其仿欧式造型的厂房和百年前的发电机, 见证了整个南台湾的电力发展史。 而电厂的发电围水更灌溉了整个美农平原。 就让我们随着影片来看看主门电厂的故事。 主门电厂 这座超过百年,台湾硕果仅存的90年代构筑之第一代川流式水利电厂, 其始新建于1908年, 在当时的齐山郡美农庄竹子门地区被称为竹子门发电所。 是继威山小粗坑后, 第三座由日治时期观银电业所新建的水利电厂, 也是台湾南部地区的第一座发电厂。 最初用以供给台南及打狗港主港用电, 也开启了南台湾的电力时代。 后因屠拢发电所的落成, 两者的共同供电范围逐渐扩大到打狗及阿沟地区, 也就是现今的高雄及屏东市区。 1946年,台湾光复后, 竹子门划入台湾电力公司, 定名为竹子门发电厂。 1977年, 与六龟的屠龙发电厂合并, 并称高频发电厂。 持续运转七十余年后, 竹门电厂因机组老旧, 一度规划要拆除更新改建, 但由于古籍电厂深具文化意义, 在各界的呼吁及帮助下, 竹门电厂于1992年经内政部公告为三级古籍, 也是全台首座的产业古籍, 后于2003年更由文建会登列为国定古籍, 也是台电现存的老建筑中, 保护级别最高的一座。 自备公告为古籍后, 竹门电厂的维修及改建, 都需要经过主管单位文化部文资局的核定, 不可随意变更。 然而, 为持续供电, 维持水准的运作, 台电在2007年, 于划定的古籍范围之外, 动土另建新厂房。 新竹门电厂机组装置容量2670千瓦, 于2010年商转, 代替退休的老竹门, 肩负起发电任务。 百年古迹的竹门电厂, 从前池开始, 经过制水闸门, 利用四条长66.65公尺, 高低落差21.3公尺的大压力钢管, 将老农吸水引入电厂发电。 在20世纪初期, 这座电厂就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 取代砖瓦来做建筑材料。 仿欧式造型的主体厂房, 连续数个拱圈形状的窗带, 两侧的山墙及特殊形状的壁雷针, 顶部的太子楼散热通风设计, 都散发着古老建筑特有的美感。 而电厂大门口矗立着明治42年10月27日石碑, 标示着电厂主体工程完工的历史纪念, 三座日籍工程师训难纪念碑, 也悼念着百年前为台湾公共建设捐区的烈士。 走入旧厂房内, 四部横轴法兰西斯式水轮发电机映入眼帘, 它是德国柏林AEG公司产品, 装置容量共计1950千瓦, 时至今日早已停产。 厂房内显眼的防空洞设计, 也标示着挺过战火的珠门电厂, 当年作为南台湾最重要的电力建设, 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即便随着时间的长河流过, 旧竹门电厂于2008年初一, 改由新机组登上工电的舞台, 但它见证了南台湾从黑暗到光明的百年历史, 始终值得我们瞻仰和追忆。 除了供应电力, 促进南台湾的工商业发展, 发电后围水注入大牌水沟而形成的狮子头水增, 也长年灌溉了美农平原, 将它从一年最多仅有一货的看天田和荒地, 滋润成4000多甲的三货良田。 电厂与美农地区的关系, 正如在地骑劳所说, 竹子门电厂是美农平原的心脏, 电厂围水流经的水增是平原的大动脉, 每一块稻田就好像身体上的细胞。 短短的几句话, 倒出竹子门电厂与美农在地居民之间, 其带相连、纯齿相依的关系。 狮子头水增的岛水干线全长3524公尺, 始于竹门电厂回水排放处, 中于死穴。 水面宽广,水流平缓, 也是在地居民社交休闲的固定场所。 数十年来早已成为在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狮子头水增除了主干线之外, 从石穴分水闸门开始, 分为三条干道。 南边六道门属于的第一水路, 全长两万余公尺, 横跃美农南方, 滋润着整个南龙平原。 北边四道门的第二水路, 往北贯穿美农平原往山系延伸, 曲线优美, 也是游客骑上铁马进行深度旅游的好选择。 而最晚完工的第三干线竹头角尊, 长达一万两千公尺, 风景最为原始迷人。 美农的客家文化, 与这条来自竹子门电厂围水, 贯穿美农平原的水源命脉, 共同谱出了农农在地风味的人文景观。 其中第二干线与美农溪的交汇处, 有一座独特的川水桥。 这座桥于1927年落成, 将狮子头的尊水借由水桥的导引跨越美农溪, 持续输送至美农的夏庄地区。 双水汇流的特殊构造和景观, 让它成了近年来观光的热门景点之一。 纵横密布的水尊, 是专属于美农的特殊风情, 也是竹子门电厂的发电围水, 送给这块土地的美好礼物。 近年来,除了持续完成发电任务, 灌溉了整个美农的绿色平原之外, 同时具有溪流及鸟类两大生态系,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让竹子门也开始积极推动生态电厂, 开拓生态乡土教育园区。 夏季的竹门电厂, 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态景观, 除了各种果树、鸟类、昆虫, 最吸睛的就是各色飞舞的蝴蝶。 电厂广为种植铁刀木和马银丹, 期望借由这些黄蝶最重要的蜜原植物, 让它们在电厂并居成美丽的风景。 从宫殿到灌溉, 再到生态宝玉, 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电厂, 未来也将如同过去和现在一样, 持续地守护着美农这块沃土 与它们的居民。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